河水把桥墩下街友的东西几乎冲走 有的人只抢救到几件衣服 八位慈济志工分别从马鞍山、九龙堂 前往关心他们的安全 而且带着三位街友到慈济大尾联络处 挑选合适的回收衣物 更准备了白饭和粒米汤 为他们暖暖身补充体力 夜门首都沙纳附近一间旅馆 当地时间星期三遭到空袭 总共35人丧命 其中包括了平民 让饱受祸乱、粮食不足和内战所苦的居民雪上加霜 遇到空袭的旅馆 现在就像废墟 瓦砾散落一地 国际救援组织表示 夜门反抗军掌控的首都沙纳 今天遭到空袭 至少有35人丧生 目前还没有组织坦诚犯空袭 那么从2015年内战爆发到现在 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持续掌控燕门的领空 美军过去也发动不少空袭 联合国统计 今年到现在将近4000人在空袭当中丧命 比去年一整年增加了三成 西非国家狮子山因为大雨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 而邻国的几内亚也在周一发生土石流 事发地点同样是在首都周围 目前有10个人罹难 怪兽在土石崩塌的现场清理土石 南文的恶臭味让搜救人员戴上口罩 西非国家几内亚周一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 首都科奈克里州周遭的社区发生了土石灾情 事发地点刚好是在垃圾厂的附近 大批垃圾随着土石从山坡顶端向下流去 淹没了当地的住宅区 目前有10个人罹难 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攀升 而我们也看到了西非国家 世子山共和国大规模的土石流 造成将近500人死亡 600人失踪